作为一名小白 手持2000预算 寻觅了一个月 竟然没找到适合自己的音箱 我看了漫步者的S880 S301 A80 S1000 S2000 还有S3000 还有G2000 G5000 惠威家的OS10 D100 D200 还有X3 KF的Agdoer IK的MM NinniPlus的MI3 二代 还有GBL的305P 雷蛇的天狼星专业版 声情的A2 毅力的DB52 MAudio的BX5 BOSE的C50 等等等等 还有声色满源和南海之声的无源音箱 还有一大堆莫名其妙的功放 研究这些东西真的很累 心累 眼睛更累 因为一直没有锁定目标 不管你选什么牌子 选哪个型号 花多少钱 一定会有人跳出来 说这产品有一大堆缺点 而且说它不如XXX 就跟他都听过似的 关键是音箱这种东西很重 动不动10公斤 20公斤 退货物流成本很高 还有就是一般这种音箱 只要是拆箱了 就不支持齐天物理油 而且线下的体验店很少 也没那么全 像我这种稍微有一丢丢要求的用户 只能通过云分析 看看评测 看看用户反馈 别退 别修 尽量一次搞定 千万别退 这样就会导致选择的难度很大 下面我说一下自己的需求 其实不高 音箱是作为电脑桌面用的 用来剪剪视频 背景听听歌 偶尔打打游戏 看看电影 我的桌子是1米6成80 但是桌子上的东西太多了 有两台27英寸显示器 还有PS5 XSS Switch 还有手柄 这个那个的很多 所以留给音箱的空间不多了 音箱尺寸不要太大 另外还有一点 音箱的底噪别太大 我之前用过惠威的M100 在50厘米的距离 安静的时候能听见音箱的电流声 这个我不能接受 我还用过普瑞声纳的E3.5 这个音箱底噪很干净 只有在10厘米以内的距离 才能听见白噪音 这个很好 下面是这个视频的重点 说说上面这些音箱的好和坏 都是来自于我的云调查 排名部分先后 首先500以内的就不考虑了 因为我之前用的都是700-800块钱的音箱 降级估计很难接受 我第一个看的就是 Mini Plus的M3的二代 咸鱼全新的价格是750 这款音箱很小巧 颜值很讨喜 我很喜欢 据说声音效果也很棒 性价比很高 本来就要买了 但是很多人说 这款音箱底噪特别明显 而且做工品控差 又不敢买了 然后又看了漫步者的S880 宝宝全新的价格是880 感觉它是这个价位 最符合我的要求的 但是它这个颜值 我真是难以接受 可以作为备选 然后我还看了惠威的OS10 但是这款产品一直缺货 拼多多现在的价格是825 这款音箱很小巧 外形也不错 能接受 声音据说很好听 水平和S880差不多 千元价位的我还看了 惠威的第100 但是很多人都说 不如加点钱直接上第200 直接上个级别 而且尺寸不会大太多 但是还有很多人说 惠威的品控不行 底噪大 说这个的人比较多 另外还有漫步者的S1900 但是这款是和远距离聆听 近距离的可能不太适合 不如S880 还有漫步者的S301 这是一个2.1的带低音炮的 淘宝全新的价格是1580 但是得加小100块钱的运费 据说它的2.0的高音部分 已经超过了S1000 是一个小号的S3000 低音炮是无线连接的 玩游戏看电影的时候 可以打开低音炮 不知道我这个10平米的房间 是不是会扰民 也作为备选 下一款BOSE的C50 很多评论都说 这款音箱很不错 各方面都很能打 不过现在都是二手的了 九成新价格是小两千 还有惠威的X3 这个算是专业级别的监听音箱了 淘宝现在是1600 外观一个大后嘴唇 据说是山寨的真理的记忆 勉强能接受 这款音箱有点老了 另外也比较专业 估计很多功能都用不上 有点浪费 下一个是IK的ILO的MM 国内的价格比较贵 3000 但是亚马逊加上关税 到手价不到2000 外观勉强能接受 也有人说 这款音箱的品控和底道不好 还看了生情的AR 价格也是在2000 这款音箱颜值很棒 我很喜欢 但是都说是假眼鬼的 也就卖个颜值 这款音箱颜值很高兴 这款音箱颜值很高兴